大家好 我是惡魔人 光是看我後面這個展櫃大家就知道 今天的內容超級厲害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台中日飯玩具展覽館 那這個展覽館說實話是第一次來這邊 那是他們主辦單位邀請我 那所以呢今天我們要徹徹底底 從他這邊有從123 三層樓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收藏到底有多厲害 那首先呢我們先歡迎今天 這個展覽館的主人之一 Tim哥 大家好 我是Tim 那首先就要請教一下說 為什麼你們會想要在這裡弄一個這樣的收藏館 因為123層樓其實這個也是蠻大的一個成本 尤其你們的收藏又這麼厲害 當初是什麼樣的動機會成立這個展覽館 主要就一開始啊 我們的共同朋友們就是覺得說 自己的收藏一直堆在自己的家裡面 因為雖然就像我家也會堆得很漂亮 其實我這個人蠻龜毛的 會做櫃子把它整整齊齊的排放在上面 就一個探襲之強 還是覺得很可惜啦 因為一棟堆完一棟 越堆越多 然後就跟我的朋友 真的真的是用 真的用 洞來 用洞 因為真的很佔空間 很佔空間 然後就有一次運動的契機啊 我就跟我的日飯玩具店的老闆 也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會買這麼多的竹音啊 收藏職務的啟蒙者 同好一起去運動 去金錢報嗎 不是不是 運動中心 劍走 劍走 你現在不運動真的身體會很不好 所以在運動的過程中就聊到這件事 就在聊啊 就是覺得說 不然就運用一下這棟現成的房子 來稍微裝潢一下 然後做成展間 擺自己的收藏 結果他一聽了 很有興趣 開始呼盆引辦 因為我們收藏這個同好很多 就是他店裡面的朋友很多 就是日飯玩具 對 總共有7位 其實也不是客人 那都一二十年的好朋友 都變朋友 所以大家其實是互推 你也知道 買玩具 最孤單的就是自己默默的買 買一買你可能就停了 可是如果你有朋友的話 那很恐怖欸 對啊 你那個 我沒有 對對對 就會想說大家一起 越買越多 你買的系列本來我沒在買 後來就變成大家都有買 太可怕了 所以是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就覺得 大家一起來 成長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地方是 你們其中一位成員 自己的房子 對對對 這我的房子 就你的房子 就有自己的空間這樣 對對對 所以等於是說 你提供這個場地 然後幾位同好 一起把他們的收藏 就帶來這邊 那可以講一下說 你們的收藏大部分 都是哪一些類型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什麼都收啦 就是 其實我以前有個壞習慣 我後來跟他講 我這十年 這句話真的太恐怖了 你說全部都是收 我這十年 真的不敢看任何的動漫 我都不敢說 我全部都是收 我不敢接觸任何的動漫 因為我的個性是 我只要看的 就會享受 那個周邊就一定會滿 對 我只要看的 例如刀劍神域 他們跟我說很好看 十年前我開始看 看了以後就開始 欸 就開始跟我朋友講 這個我要那個我要 我全部都要 真的 年土人Figma 滴滴啊 什麼全部都要 只要是跟這個東西有關的 全來 我會變這樣 所以我真的 我現在不敢再接觸 我真的可以理解你的那個心 因為我也是這樣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啊 我很常做的就是 以前是乾蛋掌 我們講乾蛋 逆襲的下揚 是 當初錄影帶買來以後 我可能就看了十遍 然後DVD買了以後 又可能又看了十遍 那時候其實也沒有完成品嘛 只有自己組裝的模型 對 我就可以拿著那個模型 看著那一片電影 就這樣子過一個下午 我這個個性可能就是 例如好我去看了哥吉拉的電影以後 然後我老婆就跟我說 你怎麼開始瘋狂的買哥吉拉 有我看你們之前有做過那個影片 就是新的哥吉拉嘛 對對對 -1.0 對對對 那不得了 那片真的是 很期望台灣能上映 我也是很期望 因為它現在沒有版權 所以有些玩具已經進不來 那我們這樣聊 可能會聊大概五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直接進入 都玩具人 真的沒完沒了 因為今天要介紹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好那首先 這個三層樓裡面 因為你剛才說什麼都收嘛 但是不可能你什麼都放這裡嘛 所以這邊主要是放什麼 因為我們會分展來陳列 這一展就是都展甘蛋 當初的想法就是 這個又不是甘蛋 對這不是甘蛋 因為一樓的這個公共空間 就是放我們覺得有意義的收藏品 其實真的 說真的不好意思講就是 坦白講就是 也沒有想什麼 就什麼東西都拿過來 它不是最貴的啦 因為真的玩具要以貴來講 真的是擺的沒有上限 這個可能就是 大家想擺什麼就擺什麼 只要是朋友們覺得 他想擺瀕瀕車啊 他想擺 那個 變形金剛啊 然後他想擺什麼 就拿什麼來擺這樣子 可是多半這一季裡面的一些成產品 還是有他一定的價值程度 像那台瀕瀕車就是日范老闆的收藏 他足足拚了三年才拚起來 真的 那個就是雜誌的啊 一期一期組起來 就是那個100期那個 對對對 現在不是有一個什麼AE86的雜誌 那要110期嘛 這個瀕瀕車也是一樣的 哇 厲害厲害 其實像鐵機橋啊 或是像牽直鏈嘛 對 上面那個我相信很多鋼彈迷 應該看到都 流口水啦 就是 這早期的援阻嘛 這都超讚的 因為你小時候要忍住手 不要把它拆開 不要把它剪開 裝起來 真的是莫大的忍耐 是啊 然後這面牆也是 哇 很多人看到這面牆應該就瘋了 這個整個就是所有的 包含METAL BUILD跟GFF MC 很多的代表 但是 只有這樣 還沒有辦法表現出你們這個收藏的十分之一 因為厲害都在樓上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直接走到樓上去 好 那首先來到二樓的第一區 那其實看到 就第一個讓人覺得 哇的就是 這裡面看起來是把所有的METAL BUILD 全部都放在這裡 是不是 對有 我們這個長官有所有的METAL BUILD品項 至少都有一隻 很多都是複數 而且不只是單體 包含那些配件包 對 看起來是全部都收 因為我看看那個衣端 還有像是攻擊衣端 它其實那個獵雷劍 光那個就十把 只要收METAL BUILD的人都有一個感覺 很怕看到兩個機體又出東西 第一個就是翼端 第二個就是攻擊肝蛋 我真的是怕了 像那個Crossbone 就是古十字鋼彈也是啊 對 我從最早X1 然後X2 X3 然後X0 然後現在連那個什麼改修版 全部都出一堆 對 連改修版都可以出 真的是很誇張欸 然後還有什麼那個 基本的還有那個全裝甲的 全部都來 然後像是GFF MC 最近也是很多 像最早RX78 夏雅 然後綠薩克 綠薩克 其中我看因為有些是 它的武器很大 所以你們還特別留有 兩格這樣的空間 對對對 可以完全的把它展示出來 因為竟然想擺 就是要把它擺出最開的姿勢 做個展示櫃放收藏進去 大家都做得到 對 可是要把它擺得很開 又能展現出來 這就比較難 因為空間要很大 真的 因為不然其實你看一般收藏家的展示� 都是能擠得進去就擠得進去 能擠得進去就擠得進去 能放多長就放多長 全部都是把它塞得滿滿 然後看起來好像沒有空間這樣 對 但是你們就是變成是 以單體為主 對 一格就是一個 甚至一個占兩個也是 因為其實我們整棟擺完後 大家家裡的桿蛋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像其實很好玩 我來擺的時候 我就會信高才跟我父親講 我有一些收藏要拿去擺 結果我爸就問我 那你到底擺得多 因為其實他從來不敢去開我 那一些收藏師看裡面的東西 因為他也看不懂 他只知道 呈山呈海的多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有沒有拿了十分之一出去擺 我就跟他講 我拿了兩格出去擺 因為可能兩大格裡面 就擺了一隻 所以你發現說 全部都把這邊擺滿的時候 怎麼家裡好像一點都沒有掃 就沒有掃 就是掃了那麼一點點 我還開玩笑 照相給他們看 其實只凹了兩個洞 好想看你的收藏 應該很厲害 那其中 這個也是超厲害 這個是十二分之一的 算等升大的鋼彈 對 這個我有印象 因為他的設計其實是當年那個PG的造型 對 所以應該我印象中大概2000年那個時間點吧 現在的人看他可能會覺得 線條已經過於比較簡單 對 可是在當時這個線條已經是RS78 最厲害的線條 最帥的造型 對最帥的造型 當年的PG 其實現在還熱衷PG的 可能真的是要有一點年紀 很少啦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可能PG 對我們來講已經是一個 組裝上也有門檻 對組裝上也有門檻 再者大家的空間上的問題 可能會比較傾向於RG或MG 這種規格 是 而且我看你們都喜歡二稿 就把那個青音色 這真的都是朋友們的想法 因為覺得其實很搭啦 對啊 就像青音色有幾個女生 然後乾蛋也那麼多隻 大家可以組成樂團 吉姆在彈Keyboard 然後薩克在搭爵士鼓 不然其實怎麼擺 都脫離不了那個機器人的框架 你也只能擺一個帥氣的姿勢 卻沒有辦法擺出一點感覺 有啦 你們也有很震驚的擺放的 也有稍微帶一點酷手的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那其實這裡面還有很多也是夢幻異品 像你看光那個精神感鋼彈 它就好幾種版本 從最早的那個會場的夜香感版本 到後來的魂商店限定 或者是甚至因為賣得很好 收藏家一定希望你 拜託你復刻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嘛 乾蛋這種東西 只要一不復刻 哇那價值就很可怕 對一直長上去 像當年夜香感的會場裡面的 那隻三紅的那個 陀拉二三版的那個 OO也是我價格也很可怕 那個我去日本看啊 看到那個中古交易所 看到二十幾萬 三十幾萬日幣 我真的是下巴都快掉下了 要不是去年還前年的時候 那個魂商開了 價格當然就回穩 那像這個橫冰鋼彈 也是最近的那個話題嘛 對 那今年年底 大家應該會在Follow那個DX超合金 對 那個你有要收嗎 一定要收 一定要收 我們展場 應該又會是 成對的出現 成對 就不會只有一隻 因為它其實主要知識很多 像我那時候去橫冰看啊 它有一些知識雖然不那麼的正規 對 可是卻有它的經典在 因為它會伸腳出去 對 它會前傾 啊有去看過的人就會覺得 哇很冰乾蛋 要能陳列出它一些經典 甚至你在貴賓型的觀眾 還會看到它轉頭看你 嗯 其實超合金系列 這個已經做得不錯了 嗯 說真的啦 以塗裝顏色 以一個百分之一的成品來講 它水準很好 是 可是呢它當然就沒有辦法展現出 深光 或內購 內購 還有格納褲的那個架子 其實橫冰乾蛋最主要就是要那個格納褲 對 那個已經發揮了 最近可能就 我們這邊也會看一下 應該就會拿到 對就會拿到 好啊那期待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再來看 好那剛才你提到說 我們這邊主要就是鋼彈為主 對 那鋼彈系列其實除了剛才看到 Metal Build GFF MC之外 還有就是 比較主力或是稍微入門的 就是ROBO魂系列 對 還有Metal Robo 我們看你是收得很齊 對 其實ROBO魂還有更多 那再擺的時候有沒有做什麼 因為也擺不完 擺不完 因為ROBO魂它的數量太多 一開始我們擺的比較稀疏 可能後來發覺 哇這樣擺沒完沒了 對 就只能你看全部都出完拍拍照 然後再者有些可能沒擺進來的 也有它的原因 可能就是 因為其實ROBO魂它早期它的 萬代的塑料材質並沒有那麼的好 它其實有時候我們可能 一拿出來 哇手就掉下來 那就沒辦法擺了 對啊 就很可惜 所以也能理解為什麼萬代後期 它會出Metal系列的ROBO魂 就是因為它要改善這些問題 是 其實它現在已經算是有細分 包含ROBO魂有ROBO魂Anime 對 比較接近動畫設定 對 比較接近動畫設定 Metal Robo魂 就是質感又更好 然後也有金竹關節 對 然後有卡 signature 那都可以老師的設計 對 為一個主要出發點 然後其實像這個系列 我其實個人很愛 就是三國傳還有舞者 還有騎士 但其實好像那時候也是 可惜著墨不大 賣的沒有 第一個賣的不好 第二個可能 因為萬代也是個很現實的商人結構 就是你只要一銷售不好 可能一兩個按之後 我就把你斷掉 所以劉官張你看 就缺一支 張就沒了 張就沒了 大家那時候都要想 要嘛你就曹操劉備孫犬出完 你就不要出了 你就不要再出一支關羽 那只是多的 就缺一支張飛 劉官張也出完 有一些也是有照系列分 像是這個ZETA 其實除了一些填空的擺範外 多多少少有稍微排一下 可是 我們最後結算出來 我能擺MR這些 的空間就只有這一間 其實 是說真的一整棟 可是空間還是不光 對啊對啊 不然這個柯熙跟潘田洞 我兩個就把這個就佔完了 可是你擺得太擠 又覺得 哇那就變成像一般的展示櫃一樣 就是又失去我們想要的感覺 第一個 至少能擺出一些比較經典的姿勢 讓它整個展開一點 不要那麼的擁擠 然後打個光 質感會好很多 真的 哇這一櫃也是超厲害 聽說你們把所有SDX系列 已經全部都一網打進了 對都有擺進來 對而且厲害的是 不只是只有這一套 對還有一套 還有複數 對有複數 哇這個對很多SD綱的那一號 其實我補充一下 我們可能有參與展覽的人員 算起來可能會有八套 有八套 可是能擺進也會有八套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套啊 說真的它其實雖小 可是它的動作 我跟你講真的有空間 擺八個動作就八套 是啊是啊 然後你也會覺得還蠻亮眼的 真的真的 因為它算是萬代的完成品裡面 比較高精緻度高亮力度的完成品 真的 塗裝也算用心啦 這個也算是那個時期啦 他算是比較認真在做 對 因為本來一開始他只有出一些像是 騎士感彈啊 還沒那麼用心 對然後像是隊長啊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以一些原主的主角為主嘛 對對對 那後來沒想到哇 出了好多喔 包含像是騎士團 成員等等 對 而且你還有原色跟黑色的 這都有啊 對 全部通通都有 然後包含你是不是也收了很多那個 卡片 對 因為我剛剛其實忘了跟你講 就是 我這個人個性是這樣 我看了動畫以後 我一定會去買三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的周邊 這些機器人 或者是人型PVC什麼 第二個可能就是卡片 我很喜歡卡片 所以其實我什麼七龍珠卡 什麼什麼卡都有 我現在長大我真的覺得啊 我的收藏路線可能有點可惜 因為我小時候同樣的價格 我如果去買一堆遊戲黃或寶可夢 哇那更好 可是偏偏呢 這兩個系列 我就沒買卡片 因為我會覺得 一切都是原份 對就是原份 我就是只喜歡買這些 冬飯卡片 其實像早期的這些 SD鋼彈 那閃卡其實都很棒 很多 因為好幾代 出到現在以前 有轉機卡嘛 以前小時候一張五塊錢在轉 然後 轉到最後曾經 還會直接去找那個補貨商 我直接要買一盒 我不要你轉 因為轉了會損卡 對 然後現在你看 連魂商店都直接出一套一套的 是啊 直接賣給你 真的 你都連轉都不用轉 他就復刻給你 像你看這個以前出版 有的都沒押金編 他現在在復刻 他就給你押金編 更華麗 卡片如果真的要再擺 以我的卡片收藏 可能這一整棟又結束 因為你知道卡片很佔空間 一個九宮格 對 大概幾個就結束了 卡片真的太多了 光是你的卡片收藏 應該就可以做三集了吧 就是從我小時候開始接觸動畫以後 甚至什麼很冷門的我都買 什麼羅德斯島戰記的卡片 悠悠白書 以前會看的一些經典的動漫 那個時期很愛出紙製品 很愛出卡片 收藏卡 視角卡 然後會有什麼閃卡特卡 當然現在的卡片業 又變得更誇張 像如果你有知道 像什麼最近很夯的 什麼海賊王的那種遊戲卡 它裡面還有所謂的意圖版 那個直接跳脫它的配率規範 直接可能好幾箱才一張 日本一張直接20萬日幣 對啊 台幣這樣算起來 其實一張卡片成本真的很可觀 那再來 哇這個就兩尊 算是超重量級的作品 但是我們跳過 對 為什麼 因為真正厲害的還在樓上 好那為什麼樓下的解體降機 我們跳過了 因為真正厲害的都在樓上 光是這個櫥窗裡面 就有四支解體降機 那整棟樓裡面聽說有 六組 六組就是十二支 因為一般像我這種玩家 其實你能夠擁有一組 就已經是 求爺爺高奶奶 拜託店家留一組給你 都很不容易了 結果你們全部有十二組 對 我們一支算十萬 那就是一百多萬 哇賽 而且你們不只光 像前面那邊 只是立正站 放在櫃子裡面 你們是還特別擺一個場景 裡面還有用這個釣魚線把它 釣起來 就是感應化全部都釣起來 對 看得出來真的是非常用心 因為這個我要跟一些 可能入門還不是那麼熟悉 解體降機的朋友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解體降機 算是目前班戴旗下最高階的一個 合金完成品 對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就像是百寶盒一樣 譬如說像薩薩比 哇那超厲害 它裡面很多的外裝甲 全部都可以展開裡面 包含很多的機械內購 還有武器等等 對 而且不只是本體 它還有很多像是 它的冰發奶爐 它是另外一個套 配件包越出越多 試作型的感應炮組 對 然後還有像我剛才看 它特別把整備組 也是另外把它展示出來 對 所以感覺得出來 你們對這個系列 是非常有愛 當然解體降機這塊 當然是 有讓我看到它的技術 真的是很高端 因為打從三四年前 看到93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一台乾彈可以做成這樣 已經很厲害 前年看到薩薩比 又覺得 哇這技術又更上一層樓 因為93我還要挑出很多毛病 挑出來 薩薩比其實 以我的眼光來看 硬要給它加租 在哪一個地方 還稍微薄弱 就是 其實這很好玩 我就覺得 它的光束配件沒有很用心的 像93一樣 有多噴一層珍珠光澤 對 或者就是它的那個燃料棒 裡面是用單層的 直接噴 其實這個做法有點怪 因為畢竟如果是 機色構造的話 應該 做個酸層 做個夾層 然後增加它的厚度 就不會那麼 薄薄的再噴一層顏色 這有點像我們做模型 會做的事情 真的真的 會有點可惜 它一個那麼高單價的玩具 所以你也是真的 玩得很透徹 因為我發覺 如果我玩模型 是增加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太要求一些 小細節 就是自己跟自己開學 對自己會跟自己 因為你有 像你是玩模型的專家 你一定會玩到最後會發覺 其實玩模型 最難過關的是自己 真的 自己的眼睛 有時候覺得我眼睛不要來 會比較輕鬆一點 不會啦 我現在都放很開 我現在只要有玩到 有玩到 可以到一個level就可以了 不然會真的做不完 你光那個打模 光模那條縫 對 你看下面那個 那個SD系列的 那個SDS出來之前 它以前是騎士桿單 就有列鑽版的造型 就有出GK 是 我們裡面就有某一個朋友 打模那個套件 你才看看它打模多久 你說GK喔 對 那個打模隨便也要一個月啊 就是你全部都把它弄完的話 它打模了一整年 打模了一整年 因為它更龜毛 它不能接受任何瑕疵或不平 或者是角度不對 它光打模那隻騎士桿單打模了一整年 才噴完 那隻其實現在擺在哪裡 三日飯的伊甸 哇塞 我可以理解 但是 這個我覺得其實一年沒有關係 因為你等於是享受了一年 對 享受一年 摸著那個零件摸了一年 因為那個套件其他也買得很貴 因為你也知道原模的GK 一個也都是幾千塊跑服器 有啦 以前我也做了很多GK 我以前做了很多五星物語的GK 就在那裡 那又是另外一個Level 對 因為五星物語之前沒有出 射書模型的時候 你只能做GK 它也沒出什麼完整品 你就一定要買熔野戶的商品 你就一定只能做GK 是啊 人也要做 人也不出PVC 對 就只有海洋棠跟VOX 當然VOX的精細度可能 因為海洋棠都比較早期 對 所以可能就是 後期的VOX的精細度 精緻度 精緻度比較高 不過還好它現在有射出成型 射出成型 而且還有稍微有分件 是 又可以動 其實也不太能動 對 也不太能動 對 立正正好 它的設計感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邊還有很多也是 就是GFF MC 跟Metal View 對 然後另外還有 二三樓的主展間 都是放這些為主 OK 所以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完整 非常的齊全 好 另外這一間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比較雜 但是也有很多的亮點 譬如說像這個SDX 居然有第二套 第二套 會站在這邊 然後這邊也是蠻豐富的 這邊有包含像是 這個是所謂重裝重重 Mobil Studio Ensemble 系列 對 不過我看這一櫃裡面應該是有 針對這個所謂的 Advanced Zeta 就是那個外傳 對 外傳的那個 裡面的像是TR6 TRV 這全部好像看起來都是有 特別針對這個主題 把它全部都收起 對對對 其實應該說整個系列都有起 只是剛才也有回歸到 擺不擺得出來 所以 有沒有這個空間 取捨 取捨 因為 因為這個系列 就這一套 這個系列 做得最起 也最好 因為你也知道其他的可能在 就是這種鋼模做得比較起 像MB 甚至MB沒出 MR也出沒幾支 對 就很可惜 確實啦 因為它這裡面的像TR6 很多的型態 真的滿難做 對 只有在Mobil出場 也算不是這系列出 出而很起 對 而且什麼樣的各式裝備 也都一堆 幾乎初期 可以說快 可以說接近起 對 那最厲害的是 後面那個是有故意做一個 那個 變形跟合體的機制 對對對 是故意的 就是有點像包裝上 他們都會呈現我這個A加B加等於C 因為其實我們玩甘蛋 最喜歡這種感覺 其實小時候在玩甘蛋的遊戲也是 對 什麼機體配了什麼配件 以後可以變什麼 是是是 這個系列其實雖然只是個小合玩 可是其實把玩起來跟它的質感 跟它的塗裝質感 是有在它的水平上 是是是 確實啦 AOZ算是它的代表作 對 尤其這種各式各樣非常誇張的外掛 外掛 另外這個也是應該很少人知道的 MIA MIA GP03D 因為這個展場真的沒有額外的空間可以擺 因為MIA算是早期甘蛋完成品的唯一首選 對 因為也只有它 對 因為它出了很多光怪的錄影的東西 譬如說像 它反而出的是最奇的 對 因為像G鋼鋼蛋 裡面那些世界各國群魔亂舞那些上面 只有它的MIA裡面有出 惡魔肝丹那些 真的也很想擺 可是真的就像我講的 這空間真的不只 什麼四大天王還可以 四大天王還可以跟東方福袋合體在一起 那一套也是經典 可是現在G肝丹可能 RABO魂會開始 也不知道是R魂或者是MR魂會開始著手 因為那個惡魔肝丹已經有影子了 有可能會出版 有可能 很期待 因為他最近出HG 對 慢慢把一四十分之一這條線 再把它拉出來 對 那因為 為什麼會特別提升 因為我覺得他做的真的很棒 很棒 而且當初價格也不高 很便宜 其實他以前有買到 他是一個 真的是剪刀 其實我也不能說便宜 因為以前一支MIA大概才一百 兩百五十塊左右 他就完整品了 以前我們買一個鋼膜 也差不多要三四百塊以上 HG的規格 因為他稍微比一四四小一點點而已 價格卻蠻便宜 對 那另外這邊也是有一個 也是夢幻系列 HCM M PRO 厲害的地方就是他的尺寸做得很小 對 可是他塗裝真的蠻精細的 精細度很夠 因為他有塗很多那種層次色 層次色 還有像是金屬色 印一些標章 也都有做到 精緻度真的很棒 而且這個系列其實到目前也沒有出很多 想要回頭把整系列收起來 比較難 因為有些東西不好找 我自己覺得 乾彈有幾個系列是 如果可以的話要收 像這個HCM他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四百分之一的那個 小合丸系列 那也是真的是無比的齊全 對 他只差沒有現在的新乾彈 不然那個系列也蠻可惜 真的 這邊其實還是有很多亮點 對 因為譬如說這邊其實有很多轉彈 對 十丸的系列 其實也都是夢幻一品 對 像那個後面那個 這個石破邊境 熊向型的 哇那個十丸那時候做得真的很棒 唯一的完成品 食品 哇大概就是這個 很棒啊 那像那個夏亞跟 其實這個系列有兩套 後面還有那個 例如那立乾彈駕駛員的駕駛艙 對 那都很經典 還有一個系列我也是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 到底是有多喜歡拉克斯 為什麼收了這麼多拉克斯 這不是 這我要解釋一下 因為當初為什麼會買那麼多拉克斯 是因為那個合丸應該是說 萬代也很聰明 反正他怎麼出 每一代裡面都一定要有一兩隻拉克斯 所以你整套買下來以後 你拉克斯反而就是最多的量 對 當時就是這樣 你有數過這邊有幾隻嗎 其實我沒數 而且還沒擺完 因為還太多 這只能擺出個幾套而已 因為這個系列的總共有十幾套 每一套大概六七隻七八隻 加起來可能是百隻 對 而且不只是小型的這個盒碗 還有這個是Mega House嗎 對Mega House出的四分之一 尺寸很大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這也是很少人收 對 因為尺寸大 那做細節非常漂亮 因為像是他的 哇那個褲襪 對 做的隻精細 很像真的 交接處也不會做的很粗糙 然後肢體的動作 或者是肌肉 也有做出來 因為其實女生也是有肌肉 他就會做得很詳細 是是是 細節真的做得很漂亮 而且這邊還有很多 像是 像 像其實Mega House 小比利的這些也都做得不錯 人物都做得栩栩無聲 像這個是哈曼 這都做得很棒 西羅克其實這個人物也不是全部 只是也是不希望說把它擺到整個很擁擠 你知道這一整櫃裡面最貴的收藏是哪個東西 難道不是拉克斯嗎 這還真的不是 還不是 可是接近他 也是他 也是拉克斯 也是拉克斯 所以是什麼夢幻版的 盒丸嗎 盒丸真的就不貴 就不貴 這一直都幾百塊而已 那最貴的是哪一個 最貴的就是這張拉克斯的卡片 卡片 對 這張四角卡 這張卡 價值大概五萬日幣會動 五萬日幣 而且是一攀就不見 你只要卡況好 完整 一攀就賣掉 五萬日幣只有台幣大概一萬兩三千塊 所以這一整櫃裡面最貴的收藏 居然是這張卡片 我真是沒想到 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Tim哥 我幫我們整個導覽這三層樓 這麼豐富的收藏 那我想很多 我的觀眾應該只要看到這樣的題材 尤其是喜歡剛剛的朋友 應該很想要來這邊參觀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想要來參觀 第一個時間 那第二個有什麼樣的條件嗎 我們的開放時間 是六日的中午十二點到晚上八點 平常沒有 平常沒有 只有六日 對 好 那要來的話有什麼條件嗎 我們會著收一個一百塊的清潔費 一百塊而已嗎 對一百塊 哇 隨便吃的東西就一百塊 也可以摺底在所有的日飯玩具店 一店或二店的消費 還可以再摺底 對可以拿去摺底 就是一百塊 你參觀完一百塊 一百塊你還可以再拿去買你 其實我們展場有準備一些 一些乾淡的衣服 周邊 如果這些東西也可以拿來摺底 也是直接可以摺底一百塊 如果這邊還是挑不上眼的話 還可以去玩具店再挑 就是讓那張券可以完全回收 其實我們的本意也不是真的想收錢 只是想要分享跟推廣 坦白講是這樣 因為其實很多來看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 原來乾淡有完成品 有這樣子的完成品 因為第一句話問我 你這支乾淡是NG嗎 還是RG嗎 我不是 乾淡還真的有出合金完成品 他們看了以後才恍然到 現在乾淡已經不是像以前他們想像的 不管是老一輩的也有人沒結束玩具也會覺得 還停留在那個組裝的乾淡 你們這都自己組的 是是是 他們會有這樣的疑問 所以對於鋼彈有興趣的朋友 來台中絕對不能錯過 就是日飯玩具的展覽館 那今天就很高興跟Tim哥分享到這邊 那因為時間有限 不然你要我拍10個小時我沒問題 好 之後有機會我們再來做拜訪好了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